這一題是506 506 附加畫圓的指令點上一點 先一個半徑72 enter 再按一次enter 相對小老鼠按enter 說了一個d 裡面的先畫 所以是一個45 按enter 相對小老鼠按enter 說了一個d 還有一個是60 enter 相對小老鼠按enter 說了一個d 還有一個是90 好 這邊好了之後呢 我把畫面拿近一點 胡椒畫線的指令抓點 點它 點它 滑溯按右鍵 旋轉 輸入一個c 好 這邊轉了15度 護的 55 好 上面這兩個 不用輸入c也無所謂 胡椒畫圓的指令抓焦點 這邊輸入一個d 一個5 再按一次enter 相對小老鼠按enter 半徑7.5 好 再來護膠畫圓的指令 切切半 切這一個 半徑是55 護膠修剪的指令先撿 再來這邊還有一個 把畫面拿近一點好了 首先呢 護膠畫圓 切切半 切這一邊 好 給半徑 半徑的話是3.75 3.75 好 呃 這個部分呢 可能點的位置有差 護膠畫圓切 點它 點它 好 3.75 來 我們用畫圓的方式好了 護膠畫圓 2點畫圓 抓這一個焦點 放在這一個焦點上 標註看看喔 半徑 3.75 沒錯 好 萬一切不出來的話 你就用抓焦點的 把這兩點放起來 護膠修剪的指令 多按著enter 把這邊剪掉 好 好的話呢 這一條線刪除掉 護膠修剪的指令tr 選這裡跟這裡 剪掉 好 這一邊呢 現在要做正列 ar 正列選取 選 點 3個 好 這一邊這一個好了之後 護膠修剪的指令 多按著enter 把這一邊去掉 好 裡面的好了 再來是外面的 90之後還有一個 外面輸入一個d 114 按enter 這是外圍的 護膠化線的指令 我畫在這一邊 垂直畫 護膠化圓的指令 抓焦點 速度一個d4 再來一個 好 把畫面拉近 護膠化線的指令 我直接抓切點 其實抓四分圓點好像也可以 抓四分圓點 mi 這一邊 進色過來 好的的話 護膠修剪的指令 好 這邊比較雜一點 我先把這條線刪除掉 你看起來可能會比較清楚 護膠旋轉 直接叫旋轉的指令 選這一個 抓圓心 定 輸入一個c 多重 複製就對了 然後這邊轉15度 是順時鐘 所以給複的 好 兩個之後呢 我先用近射 把它近射到上面 抓圓心 再來 還有一個 呼叫旋轉 選 點 輸入一個 錯了 輸入一個c才對 選 定 好 輸入一個c 呃 逆時鐘 90度 好 這樣的話 位置都有了 接著下來 旋轉 旋轉三次 選 抓 直接轉 這一邊是30度 所以給複的30 好 再來這一邊 抓 這個是逆時鐘 所以直接給 給25度 好 再來 這一個 抓 這一個是順時鐘給複的15度 好 好的的話 打稿 刪掉 接著下來 呼叫 建構線 我畫一條水平線 然後 偏移複製 25 除以2 往上一條 好 這邊你稍微留意一下 它是 呼叫畫線的指令 這個 然後呢 位置 偏移複製 17.5 選點 好 呼叫畫圓的指令 抓 一個 直徑 6 再來一個 一個是 7.5 好 呼叫畫線的指令 抓 切點 抓 焦點 好 用近色 MI 好 這邊稍微留意一下 呼叫修剪的指令 循環文 這邊剪掉 好 是這個 這個也刪掉了 呼叫修剪 這個 跟這個 剪掉 好 近色 好 好 這一邊呢 會叫畫線的指令 抓 這個 46 這一邊還有一條 這一個 58 好 好 點他 點他 滑山右鍵 旋轉 收入一個C 135 這個是順時鐘 所以給 負的 135 好 這一邊 這一邊 滑山右鍵 旋轉 收入一個C 155 好 長度 改一下 調整 輸入一個T 82 點 再來一次 T 72 點 好 好 他會叫畫圓的指令 抓端點 抓一個 兩個 這個焦點就是我們要的 R 輸入RO 輸入一個R 抓這一點 這一點 抓 再來一次 輸入一個R 抓這一點 跟這一點 好 打搞圓刪掉 再來 又叫偏於複製 五 旋點 畫面拉近 等分 會圖的等分 三等分 然後再畫圓的指令 抓單點 抓 輸入一個 這一個是 半徑 7.5 7.5 Enter 好 再按一支Enter 相對小老鼠按Enter 沒有 一個而已 忘了 來 呼叫畫線的指令 抓這一邊的切點 再抓這一邊的垂直點 再來一次 抓這一邊的切點 再抓這一邊的垂直點 好 呼叫修剪的指令 選 點 再來一次 減掉 呼叫圓角 就是一個R 半徑 5 選它 點它 再來 選它 點它 好 這個可以刪掉 呼叫 複製CP 選 結束 抓這一邊的 單點 放在這一邊的 單點 好 修剪 多按一次Enter 圖形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查一下距離 它說高度 高度是四分點跟點 看歪軸 看歪軸 歪軸是這一個 來 196 196.3148 好 對 再來第二個 A1區 A1區 扣掉 A1區就是這個範圍 我們就叫剖面 H 建成 點選 點 點 Enter 確定 好 面積 輸入一個O 點 它是問面積 沒錯 285 285 7.2691 好 對 再來 中心點B跟C的距離 好 查距離 B B在這裡的圓形 小心抓 畫面可能拉近一點 比較保險 抓圓形 直接叫好了 抓這邊的圓形 再找C C是這一個 好來 看距離 是吧 距離 160.1087 對 好 再來 D跟1的距離一樣 查距 D D是 這一個的 終點 然後 跟 1 1 是 端點 端點 好 這一個距離是 134.1428 好 對 再來 外圍的面積 好 這個再來 畫一個 G型 VO 點選點 點 好 面積 他查的是面積 所以一個O 選 好 這一個面積是 21705.8414 對 好 這一筆就到這邊